今天天氣這麼冷 大家還是到道場來共修 這一份發心相信諸佛菩薩 我們的傳承祖師都西知西見了 大家對佛菩薩很恭敬 對佛法的追求 學習 很有耗耀的心 很樂法 實在 學佛修行 幾乎是沒有假日的 所以為什麼講幾乎呢 就是不要講得太嚴格 很多人聽了不舒服 如果說學佛修行它是絕對沒有假日的 你就說絕對 我慘了 對不對 學佛需要這樣嗎 稍微調劑 放鬆 適度的休息 也是合情合理的 實在是這樣 老子以前就開始過 道也者 不可虛與離也 可離也 非道也 對真理大道的追求 不可稍微的時間 與它二分 與它分離的 不可虛與離也 那就是融合 合一 相應 都沒有離開真理 可離 可以跟真理大道相分離 可以稍微離開一下 非道也 那它就不是真理大道了 或者就是講的 推而求其次 你就不是真正的追求真理大道的人了 所以就是學佛修行 它就是越到這個年節 年關呢 你就是要好好的更嚴謹自己的修行 檢視自己的身與意 還有周遭的環境 剛才聽到 同修講到 家裡的老人家 原本 骨質 疏鬆 臥病在床 都不能起來 光是家人 要辦這個素食團 老人家口頭嘱咐一下 允諾一下 竟然下床看電視 這種事 大家已經司空見慣了 聽很多了 在佛門中聽很多 在我們道場聽很多 在感應 是立竿見影的 那為什麼講這個呢 就到年關的時候 或者在日常生活 人生有很多的關卡 同修常常會聽說一句俗話講 關關難過 關關過 對不對 以老人家 臥病在床這一關來講 關關真是難過 那為什麼過關呢 需要功德 我們同修平常有沒有隨喜行善 行功利得 或者去發怨 我就是要由次第的懺悔 業障 這樣你人生才會關關難過 關關過 人生在世不要這麼貪 什麼好處你都想要 想發財 想功名利路 想享受受用 什麼都想我我我我我我 焦點都在自己身上 自己就是最佳主角 其實有這樣的念頭就落在自私上了 我們學佛就是要去我向 學習無私 當你不這麼自私自利 都為自己想 都在想 我們的冤親債主很辛苦 多生累劫的催逃 我都沒有功德給他一點點 很多人身上沒什麼功德 你曉得嗎 很多人身上 你從小到大看電視 看書 聽到很多宗教的觀念 民俗信仰 老人家講的 累積起來 你認為功德是什麼 福報是什麼 那是你自己成長過程 學習過程 吸收整理的綜合體 你不知道什麼是真功德 除非你就是如理如法的修學 你已經清楚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功德 那個時候你去實踐 去修 你身上會產生一點功德 所以很多人他身上是沒有功德 可以給冤親債主的 你曉得嗎 他都覺得自己不錯啊 我很好啊 我沒有害人啊 我那個賣口香糖來的 一條二十塊 我給他五十塊不用找啊 停在路邊賣玉蘭花 我有零錢我就買啊 我這個吃不完 用不到的我就送啊 我應該不錯吧 對不對 你有沒有功德 這個沒功德的 這是行善 隨喜行的一些方便 小善 不失 善有善報 你就是有這樣的福吧 那不叫功德 真正的功德他會有善行 利他的善行 再加上有智慧 有智慧叫功 有利他叫德 這兩個雙運同時產生 那叫功德 這個要自己常常去體會啊 今天的主題就是 你平時不休 這個業力現前 無常一到啊 你就被抬著走了 到時候不一定你的上司 會再找幾個人看著你 你不一定有這個福德的因緣 不要都自信滿滿 我有功德 我都有行善 我應該還好 那是你自己在想的 有的時候你有功德 你有找人印證過嗎 或者佛菩薩給你印證過嗎 所以你平常修行要修出真功德來 就像常常存錢 有的人他存錢都會把這個錢存在定存裡面 或者是有遇到不實之需 需要用錢 再把他提領出來去用 這功德不顯多 你自己要積存好 有一個講師 他說有一個人 就是很蠢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辛苦賺錢是拿來幹什麼 拿來存的 對不對 他太太就跟先生 老公一百萬囉 老公兩百萬囉 拿著存者的兩夫妻在哪裡 沾沾自喜 在那邊存 對不對 結果存到怎樣 存到五百萬的時候怎樣 中風了 剛好那個錢就去交給醫院 好 去把這個做完 他講的是 這個講師講的跟佛法相比較 有相通之處 但也不全對 這講師講的是什麼 說人生 他用佛法解釋 人生是活在當下 佛法講的 但是他把當下解釋成 當下你就要好好的吃 好好的喝 好好的玩樂 這不是佛法教的 活在當下 每一個當下 對自己的生命負起全責 也就是佛法講 直下承擔 那才是最正確的 直下承擔是負起生命的全面責任 負起生命的全面責任 比如說世間法來講 你是做父親的 你是做老公的 你是做人家兒子的 你做好了沒 你說做這個姓張的 姓吳的 姓劉的 這子孫 你做好了沒 你有沒有做好這個角色的本分 沒有 沒有沒關係 有生之年你趕快做好 你要學會彌補 你得對你的生命負起全責 你做一個居士 你做一個出家人 有沒有好好修行 有沒有好好弘法力生 不怕苦 不怕難的去辦到 立他 有沒有這麼做 那講這些世間法的例子 我不再三去舉例了 這個也是很容易懂 講出世間法的例子 你對自己的生命之下承擔 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 冤親載主 六道父母 你去處理了沒 你有沒有已經進入佛門 投名詩兒 得到指示功成 也就是說你今生是來修什麼的 你知道嗎 那你有多少冤欠你還了嗎 很多同修 我一直講 要你跟冤親債主去專案處理 很多同修你修得很輕鬆 很自在 好像都沒有專案一樣 有些人你根本沒資格這麼悠閒 這麼輕鬆 這麼自在 你馬上就要大獲零頭了 你那個栽結寫在臉上 就是一關一關的難過的關都在等你 你還在那邊一派輕鬆 就是愚痴 這樣就很多 哪裡有辦法讓你這麼輕鬆 所以我跟同修講 你要專案處理 你沒有照做的 我就不知道你在本宗門是在學什麼 沒有錯 這個專案 很多同修開完一個專案 把這專案圓滿回向冤親債主 解緣事解 無比的輕鬆 當他知道又有新的冤親債主來鎖報的時候 他要再開一個專案 對他來講是一個壓力 是一個負擔 對不對 他要想這個專案 我不知道要念多少部經 修多少部法 當多少次的義工 大禮拜多少次 或者我要花錢 來做佛今生 送給人家拜 或者我要見事 護持道場 或者我要隨喜地來放生印金多少錢 來跟冤親債主解緣事解 這一切對他來講 那當下一念就是壓力 就是一個負擔 所以他很不願意 在心裡很不願意去看這一塊 很不願意去面對 你最好把頭插在土裡 這事就過了 可能嗎 這麼簡單 你就是好好面對他 有的時候那冤欠就是幾千塊 幾萬塊的功德 幾萬塊的功德 你不還 偏偏留到下一次 去跟人家插裝 去還他幾千 偏偏留到下一次去打架 去告 去被判那幾萬 你這麼有時間輪迴 你現在能還 立刻還多好 你偏偏搞這麼久的生死流浪 要去跟人家輸贏這些事情 那就是你千灘導致的輪迴過患 我跟你講小小的一根針沒有還給人家 你會為這一根針再來 這都不是我講的 這佛經上 佛典故事上 我幾百年來一直在告訴你這些事情 你偏偏我 你現在遇到我這樣的喪失 這樣的道產 我一直跟你講 你一直不處理 那你怪誰 是不是 那你聽的人 我聽的人 你聽的人你自己知道乃滋味嗎 你自己受福了 你自己會受到福報 欠人家一斤橘子 你現在立刻還掉 還多給人家 還告訴這不用還 心裡想這不用還 我們念福報要回向正等正絕 無上正等正絕 回向西方極樂 要報報到極樂 對不對 多自在 這就是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豪宅已經住到 地球上沒有辦法買了 我們準備要去極樂世界住宮殿了 這種生命品質就出來了 對不對 你偏不要 欠人家一斤橘子 還想貪第二斤 騙人家一次 還想騙第二次 等著瞧吧 你生生世世都來給人家搞這些 我要你一事修成你不信 那哪有辦法 有人修成上師你的醫子 我來你這裡學佛 你就是給我傳這個法 給我灌這個頂 給我灌這個頂 還這樣 他修得都懵了你知道吧 他不知道在修什麼 修密宗我就跟你講 一開始要修什麼 一止法 就上師法 所以你要讀上師五十法 十四根本界 我還特別又講了 大概六七十幾的 七十幾的清淨上師法 對不對 非常重要 那講了這個清淨上師法 它有很多修學的俏訣 還有重點在其中 也就是你修學的 會得到加持 會得到相應 會得到功德 或者開顯智慧 因為淨除業障 它很多都在上師法裡面 有些對上師的醫子裡面 醫子 就是你起碼 有一個醫子就是說 你起碼要聽上師的 不能不聽師教 聽上師的教言 告訴你這麼做 你要盡力去做 我已經灌頂 很多同修灌頂很久了 對不對 你看我們有同修 他沒有灌頂 他就是清口傳 恭恭敬敬 親筆寫一個親筆信 說他情法動機是什麼 他想修 心經處障的修法 請求口傳 我看很恭敬很如法 就給口傳了 口傳以後 每天就修好幾個小時 這就是聽話 跟他講這個要修 一直修 一天一休 三四個小時都有 專修 你怎麼不修 就兩三頁這個教法 你看他清口傳 他連灌頂都沒有 在座好多都灌頂的 對不對 所以同修你很多修學 我心裡有數 你用功的程度 你的行持 就是我心裡有數 你在幹什麼 哎呀 有些人真的就是如理如法的 你自己會得到受用 有些你根本就不是 甚至都離境叛道 還有弄到 怨親債主來了 在你身上看不到一點功德 直接把你往地府帶的 如果你修行在道場這樣寄居 是這樣子 那你省一省 很多為這個家親眷屬 先王 祖先 或者冤親債主 抱這個幽冥界的傳戒 他只是一個 我們把我們這個 這個過世的誰誰誰 報名讓上司給他傳幽冥界 省得他來糾纏我 省得他來怎麼樣 反正我也超度不了他 抱到上司那裡 做上司的弟子 讓上司來處理 很多是這種心態的 我都沒回答 你曉得吧 你如果是這種心態 那你不要抱有冥界了 自己的先王 祖先 冤親債主 你自己要去好好的 跟人家解約世界 要去超度他 要有直下承擔的精神 你躲到你躲不掉的 你可以啊 你可以選擇像現在一樣 放逸隨性的修 看大家在專案處理 一個專案接一個 一個專案還沒完 又加了一個 只為一堅承擔 自己的這些罪服因緣 直下承擔 對自己負全責 為什麼 我想修回去啊 我想解脫啊 我不想再來輪迴 再來糾結這些事情 所以我負起全責 這樣做的人 頗有待業往生的架勢 你這邊也不還 那邊也拖得了 你這人要待業往生啊 很難 你就是什麼都看開 什麼都放下 我都願意還 都願意負責了 全心全意 只求西方極樂淨土 阿彌陀佛射受 嗯 非常有希望 你這樣心態的人 也不敢再造新業了 非常有希望 我可以講你一個事情 你比如說一個情在 一個情業沒跟人家弄清楚 那會再來 只要是犯這個邪淫 情業或者殺業 這比較重的就是 淫殺二業 在佛門的五戒裡面 守重這兩個 你今生沒有去懺悔 淨化的話 你肯定要再下山土 下山道 你不會在人道 阿修羅道 天道 不會 鐵定如此 你有犯淫犯沙 重的 你沒有去懺悔 趕快去淨化它 你肯定在下山道 那有人犯淫 見犯啥 有邪淫 而墮胎 邪淫 始亂中棋 等等等等 這些過患 你要下地獄 你去讀一讀地藏經 去看一看玉力寶草 你完全就明白 那你有生之年 洗得掉這些罪業嗎 如果你行 那就恭喜你 你趕快全力以赴 如果你不行 你就是往下山道 肯定如此 你都沒有懺悔罪業吧 是不是 所以當冤親在主來催討的時候 你毫無招架之力 心神立刻狂亂 不要說戒定慧了 如果有修戒而升定 有定而發慧 這樣的人 業力現前不會顛倒到這種程度 不會顛倒到這種程度 你就是沒有修 所以業力一現前 你這個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樣子都出來了 然後就想說 齊請上師三寶加持 上師三寶要幫你扛 所以同修 你還沒有開始 對自己生命負全責 那你起碼把自己弄得世俗一點 我剛才講 關關難過關關過 你人生如果有障礙有難關 有生病也好 家庭不和睦也好 經濟困難也好 常常心生煩惱也好 發不了心也好 修行要修 修不動也好 你起碼常做善事 常做功德 常常做善事 常常做功德 然後就回向 然後就回向 你會發現 真的就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了 做功德 有財不失的 有不必財不失的 總之他要有功德成生 你看有的經濟都已經很拮据的人 法會的時候他就當義工 弄得都很累很辛苦 他有什麼災難他也化解掉了 皆佛源 身體健康 每天在做這個善事 這個如果是回向极樂世界 回向無上正等正絕 那他加了多少分 很難算 我們造業的人每天騙 每天搶 每天奪 每天坑人 那也是分分秒秒在造 對不對 造那個殺業的 做那個毒藥的 做那個殺生的 做那個色情的 做那個煙酒的 他也是每天的 那個店開在那裡 二十四小時都計分的 對不對 那受報起來也是不停的 那每天行善的人 他就是這樣 每天都這樣 一個心就想利益眾生 不用錢 誰都可以吃 就希望他接佛源 就希望他身體好 就希望他吃素食 如果他沒有回向 無上正等正絕 來做這個事 那他來世 福報很大 那就是所謂的 一時無憂了 你就隨便 你這裡應征 那裡換工作 這裡找工作 又送禮 又拖關係 工作都是不穩定 人家隨便賣個水 賣個沙子 賣個寶特瓶 人家賺得要命 遇到什麼賣什麼就賺 你在那邊想方設法 急急隱隱賺賺不到 你看看 怎麼差這麼多 那都有前因的嗎 所以希望同修 你來接了佛源 好好實修 這些都是為你好的 那你人生在世 我們學佛修行 著眼點不要一直放在 無形眾生和鬼神上 不要老是有點不順利 這也有業障 我現在跌一腳 這鬼在拉我的腳 等等 那你就神經兮兮了 有的時候確實是 有鬼神和無形眾生在作祟 但是呢 你如果光明磊落 就算是有冤情在作祟 就算是有無形的眾生 我願意如法來懺悔 願意如法來偿還 你光明磊落 有什麼好怕 不是要我一直講這些事情 就讓你整天思維都放在這個層面 你要知道 活著的人死掉 沒有修或修不夠 就落在鬼神了 對不對 那活著的時候 這些事你有沒有要去處理 所以我跟你講 你不要對周遭的人去用貪嗔痴 不要用五毒來對待你周遭的人 你跟他們結下這個恩怨 大家將來都會捨報 對不對 那這些就是冤切的 活著的時候也會有冤切的 所以同修你現在活著的時候 把你的應有的佛學 學佛修行的素養應該用出來 盡量的像現在年節到了 你就要想 我們怎麼樣給自己的家親眷屬 親戚朋友來一個很好的緣起 想說小年夜也好 大年夜也好 除夕手碎大年夜 家家戶戶要團圓 圍爐 哎呀 圍爐少不了雞鴨魚肉 喝酒賭博 看電視 什麼都來了 你要想怎麼過這一關 我們佛弟子過年的時候千萬不要破戒 你說圍爐的時候 我雖然守酒戒喝一小杯破戒 一滴入了喉那就破戒了 你不要說一小杯了 那水果酒呢 補藥酒呢 雞尾酒呢 破戒 就明明白白的跟你講了 你持戒的人你就要注意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到眼前才來 不知道怎麼辦 你現在就要想小年夜我怎麼過 大年夜我怎麼過 不要大家大年夜打起來了 吵起來了 就為了你要吃素 或者就是過個年 你一個學佛的人 不好好的誦經 懺悔 祈福 在那邊跟人家賭博了 真是很奇怪的 這世俗的勾染的誘惑力 對你竟然還是這麼大 其實那些圓境 我是不知道大家眼光是 那些圓境我是真是受不了 我一看到的賭博或者在那邊聊天 喝酒了 講那個話 真是阿彌陀佛 沒有一句對了 通通的超越 我們同學 我們同學很多都跟我有同感對不對 他只要一回家不用過年 一般的家庭聚會 聽他們講話 他們是活在哪裡 你沒辦法你就知道你跟他們已經有一點不同 不是要你離開他們 也就是你們的境界已經不一樣 境界已經不一樣 所以你要想怎麼用年節來利益親友 我們同學來學佛 他跟家親眷屬距離好像就有點大了對不對 有的時候不是故意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飲食不一樣 每一餐飯就沒有在一起吃了 那有一些沒有學佛的人 他人生最大的享受之一 大概就是喝喝小酒之類的 是不是 抽抽煙 打打牌 唱唱歌 喝喝 够住 藉著酒性來稍微風一下 放鬆一下 嗨一下 бар AD KO 剛好都是我們不喜歡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跟你交集了 好像大家就疏遠了一點 距離就是這樣拉開啊 但是這種距離啊 我稱它為吉祥的距離 太近反而危險 太近反而容易擦槍走火 這種吉祥的距離 会越来越大 越大就越吉祥了 后来会大到怎样 一个在净土 一个在地狱 你相信吗 会越来越大 除非他听你的往上走 再来就是你听他的往下走 你自己选吧 你自己选 一定会分道扬镳 六道之中 没有让你永远在一起的 一家人的缘分 也就是那几十年 十几年 是不是 有的短一点就是几年 那就叫一家人 但是不管是几十年 十几年 或者是几年 甚至有的就是几个月的缘分 你还是会分开 所以你应该告诉自己 不要去执着这个事情 应该用有限的人生 做最重要的修行投注 这就是你上智的规划 上等理智的规划 我应该怎么修 来世是一个永恒解脱的境界 你要说你珍惜感情 重情重义 我们这个家族 我这些朋友 没有我照顾不行 你要是真是重情重义 说你们这个姓吴的 姓廖的 你有责任 那你当了菩萨来度他们 你把廖家吴家这些都度尽 你做了菩萨来 那不一样 你会度光他们 这个你自己要去抉择 你说你重情义 重情义好啊 体现出来 把功夫拿出来 重情义只是哭哭啼啼 在一起不忍分离 那不是重情义 那是愚夫愚妇 还是落在鱼池上 那谁有一点感情 分开不难过 对不对 动物也都会啊 无济于事啊 所以应该理智一点 做好规划 怎么样去修行 话说回来了 我们这同修 跟家里的距离拉大了以后 无论是出家 或者是清修 我们同修清修的人 跟家里距离也大了 对不对 他常常都来道场 跟道场啊 或同修感情 虽然不一定很深 很融洽 但是我跟你讲 缘很深 都是金刚师修地 都是一个曼陀罗 都是一个佛净土里面的 一份子 缘很深 这是圣缘 他现在还没修好也好 你一定要想办法照顾他 照顾他除了饮食 生活起居 你要他过得去 他有坏习惯 你要告诉他 要护持他 所以你不要再懈怠了啦 你晚上不要看A片了啦 我跟你讲 你上网乱看 就是犯淫戒啊 你说这个五戒表姐没有写啊 五戒表姐那时候都没有网路呢 我问你啊 你说犯邪淫啊 对不对 据五元成犯 对不对 你说我没有据这五元啊 所以我不犯邪淫 那我就问你啦 你把A片拨在那里 看得起心动念 生离其反应 在那边响入非非 然后觉得罪恶感很重 关掉 你自己说你犯不犯 你自己说吗 这还有什么境界 还有什么清净可言 所以你会拿这些经教戒律 来专法律漏洞 其实最惨的是你自己 我已经跟你讲 你来学佛 你保护自己 没事不要上网 要记性 要干什么 你可以用 其他的会染污自己 你躲都来不及了 你怎么还去找呢 是不是 所以同修 你自己 先照顾好自己 再来呢 修行人 这些修行人 你要能照顾同修 很多居士 他把自己的同修法友 小组同修照顾得很好 他有什么样的恶习 他饮食 比如说他喜欢 特别在半夜 不睡觉 就去买一杯 咖啡在那边喝 喝了以后 第二天就拉肚子 常常就看医生 你就跟他 你这就是晚上不睡觉都在喝饮料 熬夜 不然就去吃什么辣豆干 炸的那个咸咸酥酥的蚕豆 每天都吃这个 你说你是吃素没错 但是你不能乱吃 照他身体 他跟家人距离已经远了 已经来修行了 对不对 跟你有缘 你要照顾他 你要护持他 你把他照顾的 他少病痛 活久一点 他解脱的几率 还有境界才会更高 你没有照顾好他 你让他生重病 让他常常带一个病在身上 我常常常都有痰 常常就头痛 常常都胃痛 常常都血压高 常年的 你也不去管他 你也不去关心他 你是不是有什么病 我陪你去看医生 一次都没有 那这个人远离了他的家人 产生了吉祥的距离 来到我们道场或寺庙 或者跟你住在一起 租房子 他的父母亲家人 已经没有办法 就近的来 看顾他 照顾他了 是不是 而遇到你 你也不照顾他 你也没这么 这样的慈悲心 所以会产生很多过患 这些住在外面的人 常常身上都有慢性病 胃病 皮肤病 香港脚 什么东西 他都不看 虔诚吗 虔诚 如法吗 不如法 你看同学 你慈悲吗 你把你周围的人 照顾到大大小小病痛在身上 你还跟他说你要吃素 所以这些吃素的人 又有很多病在身上 各个面有菜色 身体一个比一个虚弱 不可以这样子 然后跟你结缘 你就要照顾他 你要去关心他 你这个血压高 到底是怎么了 给他早中一息 彻底检查 离开他常常在咳的人 常常都戴个口罩 常常又谈 他讲后 我这样有没有 你三年前认识他 他就 三年后他还这样 他从来不把这个东西看好 因为他只要去看医生 吃个药 他稍微没有感冒症状 他就停了 他就说我好了 我好了 你跟他讲他烦 他在家里他爸妈讲他 他也嫌烦的 你讲他 不要好了 我好了 你不要 没问题 没问题 结果就带一个病根在身上 慢性的支气管炎 慢性的肺炎 慢慢的都在身上了 常常有谈 他是从肺 从支气管里的绒毛 慢慢排出来的 对不对 也就是你这里 呼吸到这里 都在慢性发炎 那你为什么不处理呢 偶尔一下 谁没有 大小病痛呢 你不能常常这样 在一起 袜子都不洗 脚长好几个茧 身上这里又有血 那里又长了什么 都看不好的 你都不关心他 同修之间 你要去关心 跟你介绍 要怎么样去检查 你这已经这么久 干脆一次把它医好吧 耐心一点把它吃好 看是要用调养的 用治疗的 各种方法 你看 他离家 有的是离儿女 都没有跟儿女住一起 儿女都不能在旁边进校 他来学佛 常常去素食团 常常当义工 老菩萨 你看他走路一拐一拐的 你问都不问的 对不对 你还羞慈悲 你刚好还念大悲咒 然后他脑一拐一拐 然后他就没看到 那大悲咒把你眼睛都遮住了 真是的 真是讽刺到极点 你看他一拐一拐 你那大悲咒相应就 纵晚回向就要去找他了 不知道你是怎么了 很多同修你都修错 僵化修行 僵化修行 我们同修跟家人产生了 跟他的亲族产生了吉祥的距离 有了出离心 渐渐升起出离心 来到道场 同修你要照顾他 这个同修他发心到寺庙 学出家 学当近人 这发心更不是一般 那更是要把他当作 自家金刚师兄弟 自家的这个戒凶 自家的生命共同体一样 因为你照顾他多活一年 他就多能修一年了 你晓得吗 所以你看很多的僧团 不管显教密教 那个老和尚在寺庙 很多的年轻的出家人 都很恭敬他 在暑假好像把他当自己的爸爸 当自己的阿公一样 带他吃药 喂他吃药 看着他 甚至服侍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会老 都会病 今天你老你病了 我就想照顾好你 让你为解脱做好准备 送你最后一程 你上去了你再加持我 让我也上去 大家互相争议成就对方 所以从饮食 起居 身体健康 心性 生活习惯 运动这些 我们都要去关心自己 要关心别人 这个才像是一个极乐家族 如果你没有这么做 说极乐家族 你就是太不真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